最近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俄罗斯在不停的强调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甚至我们看到的最新的报道是 俄罗斯称与中国的军事关系 为全球稳定 为全球提供了稳定 这是 最近一年以来 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可以说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 两个独裁者之间的交往 重心开始了偏转 直到今天 中俄之间的贸易增加了 但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增加的比例有多大 因为它这个盘子始终不会特别大 而且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后 它在国际上受到的制裁 以这个能源出口为主 那么能源出口呢 中国还不是最大的获益方 或者说中国不是加大力度到全球第一包买包卖这个倒买倒买这个俄罗斯能源 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可能是印度 那么工业品这一块呢 大家应该知道 中方替代了原先给俄罗斯供货的西方国家 这是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情况 从这个民用的汽车 到我们最新看到的一些报道 包括军用的汽车 都开始 给俄罗斯提供 但并没有说在军事上要寻求一个同谋 就这个问题好像 两国原先的表述不是这么回事 那最新的报道是 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周五刚刚做的一个表态 这也就意味着 俄罗斯将加强俄中战略防务伙伴关系 那为什么是俄方强调 而不是中方强调呢 因为俄方的这哥们儿 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指挥官 他代表的是 坚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的这帮人的意志 其实由他来说 而不是由普京来说 说明一下要点脸 西方在访俄期间 承诺了很多 人家已经派总理过来 要求你兑现了 那么现在军方 又把军事同盟 摆到桌面上来 甚至提出来 如果说中俄结盟 会给全球提供稳定 好像这样一来 就变成一个定海神圣一样 那中方为什么不愿意提这个问题呢 中方的重心在台湾 他把与俄罗斯的关系 包括军事上的结盟 作为一个筹码 那原则上来说 他是可以拿来交易的 当然至于他交易了以后 能不能扛住来自普京的路火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西方国家来说 一直有一些强调的问题 就是给西方画了一道红线 不要给俄方提供军事援助 通常的说法就是 向俄方提供军事援助 意味着参战 当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前北约的高官 有一个表态 北约国家的军人 有可能会进入乌克兰战场 从一开始其实就有 但现在准备大张旗鼓的干了 开始放风了 对于西方来说 他重心根本就不在欧洲 因为那东西 他要做的是 拉一个打一个 能够在他对台湾动武的时候 欧洲不要坚定的和美国站在一起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现在我们知道 基本上不可能 整个西方的思潮是左转 那么左转的前提 是一定要政治正确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他对台湾动手 西方国家被迫将选边战 战争开大以前 他一定还会抱有这个幻想 试图让别人能够更多的理解他 其实最近在台海出现了一些 军事上的摩擦 比如说 军机半飞 这个军舰横在人家军舰前面 美方一直在警告 这是非常不专业的 容易擦枪走火 甚至日本都提出来 最近连续一段时间 对日本海域的侵犯越来越多了 但中俄两国目前 他们的说法是 要保持雅尔塔体系 对日本二战期间的战败国 无论是空中的巡逻 还是海上的突破 都是属于威慑性的 那么中俄之间的交往 事实上增加了 即便不是 在过去的一年中 变化最大的一个事件 但确实在军事上的结盟 逐步地成为现实 中方还没有真正站出来表态 是因为他们要把这些 在幕后交易的 如果说他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中俄两国坚定地 从军事上结盟 就变得极为可能 他现在无非就是 你让他不要支持这个俄罗斯 尤其是在军事上 不要给他 更多的援助 在明面上让西方下不来台 如果他把这个 作为一个交易的筹码 能够获得他所需要的 对台湾攻击的默许 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 他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选项 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然后利用俄罗斯给他的加持 来迫使西方 默认他对台湾的攻击 因为你只要不想选择 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你就得被迫吞下这个苦果 但事实上呢 大家都知道 根本就不可能 无论哪一个选项 都是一样的 红线已经画在那儿呢 不是哪一个国家 想冒头想站出来 全球经济的压力 确实很大 但事实上 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 真的敢对抗 这种政治正确 所以在未来 交易会变得越来越难 至少在观面上做不到 一旦他选择动手 他要面对的一定是制裁 而且是全球联动的 只能说这个制裁 会持续多长时间 大家的判断可能不太一致 因为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经济体 在目前产业转移事实上 还没有完全达成的情况下 有一丝可能会出现 类似于在89之后 91年外资 大量进入中国之前 那种象征性的 是吧 一年多的制裁 而且 参照俄罗斯去年遭遇的制裁 大家应该知道 很多制裁是 错失出台了 但是有之后期 有半年 甚至一年的这种 宽限 那这样 来回操作 他真正要扛住的压力 其实并不大 对习胖来说 这个损失 他认为 至少他认为 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来自俄方的报道 咄咄逼人 搞得好像 习胖已经跟他 坚定的站在一起 随时可以 走向国际舞台 向公众公布了一样 事实上我知道 交易还在进行 无论是 三个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对中国的秘密访问 还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事实上 都是交易 而交易也就意味着 在这些 领导人 正式出访 以前 双方的小组 就已经开始 进行谈判 试图达成交易了 真正的访问 不过是 只为一个过场 给双方 已经进行的谈判 签字盖章而已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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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